Hello,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四件三宅一身的男装,包括一件上衣,一件外套和两条裤子。 虽说是男装,但因为极简的设计和对小个子友好的尺码,女生穿也完全没有问题。 今天的视频里,我也会展示我和我老公穿同一件衣服的对比, 邀请大家顺带给每套穿搭打个分,看看我和我老公谁穿的更时髦。 首先是我个人最推荐的泡肤裤,它的版型是上宽下窄,腰部有抽绳,胯部和大腿部比较宽松, 但做了细密的褶皱处理,在视觉上会很显瘦,接着向下切换成较宽的褶皱, 到脚腕处再次切换成细密的褶皱,同时做了收窄的剪裁,会显得小腿和脚腕特别纤细。 穿搭方面可以搭配等会儿要介绍的短袖Polo,因为我个子比较小, 或在上衣内侧用皮筋打个结,缩短上身的长度,拉长比例。 是的,心机女孩就是我。 第二个穿搭是和往期视频里介绍过的盘扣衬衫搭配, 这款泡肤裤慵懒松弛的版型和宽松的盘扣衬搭在一起, 有一种独属于东方的蝉翼和从容感。 第二条直筒裤相比于泡肤裤就更加适合日常通勤, 虽说是直筒版型,但胯部和大腿部分还是挺宽松的。 整条裤子采用的是宽度一致的褶皱, 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垂顺感, 而且久坐之后起身也不用担心有任何折痕。 安搭上几乎可以搭配衣柜里任何的T恤、衬衫、毛衣等等, 我用它再次和盘扣衬衫搭配, 和上一套look相比,增加了一丝丝严肃和内敛。 但它搭配冬天的厚毛衣也是毫无违和感, 因为裤子足够宽松垂顺, 里面还可以偷偷塞秋裤,依然很显瘦。 Polo衫也很值得一买, 更宽的领子和五扭扣的设计, 比起普通Polo衫少了很多Diower, 有筋骨的平材处理, 会显得人肩宽且头小。 男生穿是双开门冰箱, 女生穿是随性的小男孩风格。 最后一件外套版型偏短, 底下配直筒裤很容易穿出大长腿的效果。 我个人推荐里面配基础的白色打底敞开穿, 或者把扣子全部扣上利领穿。 由于后背部特别的缝线设计, 男生穿从后面看会显得肩膀很宽厚, 有种鬼怪里矮加息的可靠感。 Wala,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 视频中提到的所有单品信息都会放在信息栏或置顶评论里。 不知道你种草了哪件单品? 你觉得我和我老公穿同款衣服谁穿得更时髦? 请在留言弹幕里大声告诉我, 我们下期见!